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欢迎收听 每日快祷 我是张碧君牧师 今天我们要继续用诗篇 二十二篇四到五节来祷告 我们的祖宗依靠你 他们依靠你 你便解救他们 他们哀求你便蒙解救 他们依靠你 就不羞愧 大魏在危险极难之中 他思想到过去 他的祖先在埃及地的时候 因为受苦哀求神 神便以超自然的作为 击溃了强大的法老权势 解救以色列民 永远脱离法老的挟制与攻击 大魏说 他们依靠你 就不羞愧 好不好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啊 以色列民依靠你 你就为他们施行神迹 其事 你用大能的手 拯救他们 主啊 大魏说 你从来不叫依靠你的人羞愧 你从来不叫依靠你的人失望 我也要来经历 你美善与奇妙的作为 主啊 我要专心来依靠你 主啊 求你帮助我们 不依靠自己的聪明 将每一件事情 每一个需要 带到你的面前 操练如何天天的依靠你 主啊 求你介入 在我大大小小的难处中 亲爱的弟兄姐妹 邀请你用这两节的经文 开口来为你自己 和你所挂念的家人来祷告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 我们将祷告 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 亲爱的弟兄姐妹 愿神使你今天 经历他奇妙的作为 支取他丰盛的生命与应许